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几年 也不是最近几年吧 就等于说21世纪的这个绘画的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话 大家应该也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他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在21世纪 他是一个英国艺术家 其实确切的说是一个苏格兰人 他是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出生的 但是他在他的一生中很长时间都在一个南美洲的一个小岛上度过 这也是给他造成了一个 怎么说呢 他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经历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是在79年的时候在英国 又回到英国去学习艺术 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艺术家是在2017年 我大二的时候在798的林冠艺术中心有一个他的一个个展 当时我去看 其实我到了那个展览 我第一次刚一进去我就非常的被他吸引 我觉得他的那个绘画吧 真的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一个画风 我呢 我自己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他那个展览当时展览的同时也会也配有很多文字 那些文字是都是来自于阿尔贝加谬的一些画 我也是非常喜欢加谬这个作家 所以我正好就碰在一起 我就当时对那个展览印象非常非常之好 就后来就开始一直开始关注这个艺术家 就也开始对他有一些了解 然后也对他进行了一些学习吧 他这个人的个人经历还是很丰富 他早年是在爱尼堡出生 然后到了那个南美那个小岛生活 然后他其实又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 又回到英国学习 然后他后来开始职业生涯之后 他其实也又回到那个南美洲的那个小岛上 又居住了很长很长时间 之后他又在德国的杜塞 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教书 好像是前两年好像刚刚退休吧 也是在这一方面在整个绘画 当代这个绘画界也是比较知名的这么一个人物 在07年左右可能也是达到他在这个生涯拍卖的这个价格的一个高峰 也是一个市场的宠儿 他在17年那个展览呢 其实也是把他怎么说 比较正式的介绍了中国 对于中国的这个绘画界吧 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 其实首先这个艺术家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不是很了解 大家我现在呢也先放几张图 让大家看一下他有一个印象 放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的画呢 有几个主题或者说有几个意象他是很喜欢的 他很喜欢去反复的去描绘这几个意象 第一个就是这个独木舟 独木舟其实他有两个 怎么说两种形象的独木舟 在他的画面中出现 这两种独木舟的形象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摄影作品 或者说来自于影像作品的这样的一个灵感来源 一个是一个乐队的一个专辑封面 这个专辑封面呢 他就在这个专辑封面对照这个照片反复的画了很多遍这样的一个画 甚至有些是同样的 怎么说 同样的 同样的形状 整个构图安排基本都差不多 同样的人物同样的形象 但是就是会有不同的颜色 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一个恐怖片 黑色星期五 不是这个打折记黑色星期五 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恐怖片 黑色星期五里面的一个电影的一个截图 他也是非常对这个也是很感兴趣 反过化很多遍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树林 怎么说呢 也不能叫树林 我称这为树林吧 就是其实他画的是一个 后面是一个大建筑 然后前面有些树林挡在前面 然后穿过这些树林 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呢 是科布西耶设计的 它是一个在法国南部 好像是在马赛附近的一个居民楼 也是一个建筑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建筑 还有一个就是木屋 小木屋 这个可能也是和他在加拿大生活的经历 也是有关 大家看这些照片 这些他的作品的图片以后 其实还应该 我估计大家至少不会不喜欢他 我觉得他的画还是非常容易让人接受 一种梦幻的一种梦境的感觉 也是同时画面也很好看 而且也不是很僵死 他的手法也是比较多样 颜色也是比较讨喜 他这个艺术家其实比较明显 能够感体会到 他应该是比较多的受到了高庚的影响 包括也有蒙克很多艺术家的影响 包括他在他的展览 就是17年那个展览 包括在他的画册里面 他也是直接的提到了高庚 然后也是有他的作品和高庚的一个对比 也是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艺术家的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他特别喜欢用摄影 用影像来作为他的这个素材 其实说白了就是画照片 画照片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画照片 可能是不太好 就是会说前两天 前两天好像是那个雄公美展 有一个美展的一个评选上的作品 然后直接被把那个 有人把那个他那个素材的摄影图片 从网上扒出来了 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丑闻啊 可以说是 但是Peter Doric呢 他画照片其实还是真的是很有他一套 他对照片对摄影作品的这种运用呢 也是对我产生了很多的启发 怎么说呢 他自己也说过 他在采访里面也说过 他是非常讨厌去抄照片的 其实怎么说 因为在我们现在社会 我们所接触到的视觉经验 其实怎么说 视觉经验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像在以前我们接触到视觉经验 就是我们所见的 眼前所见的 而现在我们所接触的图像 图片 摄影 包括录像 电影 其实是占我们生活中很大部分 我觉得大家可能每个人至少都会有 每天会有两个小时时间是对着屏幕 我觉得现在作为现代的 现代社会的人可能 这也是一个最低值吧 可能 我这么猜想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图像的时候 其实它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知 而为什么我们在进行我们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时候 就不能用这些图像呢 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在Peter Doig 他在用这些图像的时候呢 其实他有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会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照片 不管是他自己拍的 或者是别人拍的照片 他会对这个照片 有一种情感上的理解 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图片是他画面的形状的要求的参照 而是他借助这个照片 而他通过这个图像能够让他对一段情感有一个 包括对一个感觉 包括他有时候就是一个随手一拍 一个怎么说 惊鸿一瞥吧 就是那种感觉 一个他这样的一个印象 能够由这个照片能够唤醒 这也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看他的这种画面呢 有一种梦境的感觉 或者说有一种即视感 法语说可能是Deja Vu的一种感觉 这也是我在看他很多画 包括一些画册之后的一个体会吧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这一点 我们在看一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再回头去看他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照片能够让我们把那个时间的一个感觉唤醒 把这种 把一个当时的情感 当时的这种非常具体的感觉所唤醒 其实他所用的这种感觉就是把他的一个心态状态 通过这个照片能够提取出来 然后经过时间 时间积淀以后 就像我们有时候看那个一些相册的记忆的时候 他经过时间积淀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去看他 然后再去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的这种想法和一些思想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照片里面 或者说我们在绘画的时候 他其实是只是一个进行一个完全重新的 包括完全原创 对比较强调吧 就是原创的这样的一个再创作 很多人说什么画照片是抄袭别的摄影家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也是不是很怎么说 其实要看他自己的创作状态 不能说以这样的一个点就代表他是在抄袭或者怎么样 其实也是不可以 然后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一些是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一些板画 他做的一些板画的尺幅也是不大 非常有意思 就是非常少的一些处理 然后非常巧妙 画的非常的巧妙 就把这画的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微妙的一种场景感 包括甚至他的板画中甚至都带有一种摄影感的这种东西所体现出来 我也是在我做板画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借鉴 也是比较有启发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感觉很多同学要是在进行创作一些初始阶段 或者说怎么进入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皮特多尔语歌还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一个艺术家 他自己呢其实也是 他也完全不忌讳他在学说 完全不忌讳说他在学谁 也是 他自己的这个脉络也很清楚 包括他的绘画语言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传统吧 或者说也是在语言上并没有创新 当然绘画语言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创新的了 在语言上 等于说他用高 类似于高跟和蒙克的语言在说现在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 包括他在用一种已经进入图像时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状态下 再说一种现在的一种梦幻的一种梦境的一种迷幻的一种感觉 同时再说了 撤回他那个树林的那些系列作品 我个人是真的是很很很喜欢那个作品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在那个树林之后遮挡的话 我们其实自己会有一种受保护的感觉 等于说我们的视觉是穿过这个树林看到后面 我们与那个后面的楼有一种距离感 但是距离感呢又让我们产生一种好奇感 视线进入了那个楼 但是我们人本身观者是又没有进入那个楼所在的那个空间 真的是产生了一种很好的一种美妙体验吧 我觉得看他的画还真的是很有一种美妙体验 然后其实也说一说他的不足吧 就是我有个老师说他比较喜欢就是Peter Doyle的这些小幅作品 觉得他的大幅作品有点过度完成 那怎么说过度完成呢 就是说有点画的过多了太多的往上走 他其实自己也是在采访中也说过 就是他怎么说 他是不愿意去停下来画这个画 他甚至有时候放到展览上 他还要再继续去更改这个画 当然我的老师就是我那个老师就是他的感觉是他的很多作品过度完成 其实我感觉就是他的作品呢 其实他的不好说就说缺点吧 就是可能是有一点太讨好了 就是太讨好于大家的这种神威体验 或者说一种比较愉悦的这种感觉 或者说是一种比较空想的 比较童话的一种梦幻的一种幻境感 而其实少了一些挣扎和一些更多是更深的一些东西吧 这种东西还是可能他还是比较 在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路径上可能还是不太有 这也是一个怎么说 他自己的一个可以说一个缺点 今天这个Peter Doig这个艺术家就说到这儿 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对他产生兴趣 然后去看一看他的作品 然后了解一下他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产生会有不少的收获 今天的最坛艺术就到这里 我还没有想好下一期说什么 大家下次再见吧 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请顾客长按点赞三连 喜欢本频道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 说出自己的想法 说出自己的观点 我也很乐意与大家分享交流